军统内幕 作者 沈罪 20.广州解放前几天,郑介民才去香港转赴美国。 以后听说他由美回台,蒋介石派他担任国防会议所属的国家安全局局长,以加强台湾的特务统治。 他只出任这个职务,是与这次去没有重要关系的。 郑介民在与英美两国公务交往的过程中,美国人曾颁给他两枚勋章,英国人也给过一枚。 他还有一枚法国勋章,这个勋章的来历不清楚,他平日在闲谈中也没有说过。 国共和谈期间的特务活动 抗战胜利,国民党军政人员贪婪欲望大发作,都在准备接收。 郑介民也希望能够弄到一个接收大员来发横财,他老婆尤其希望他能负责一个肥美的接收任务。 不料蒋介石却派他兼任蒋梦林所主持的赔偿委员会委员,这使他大为泄气。 当他正在闷闷不乐,害怕蒋介石忘记了他的时候,一个出乎他意料的新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身上。 蒋介石决定派他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北平办事处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叫他利用国民党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的机会,去对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这个平日反共最积极的特务投资,对中共情况比较了解,感到这一任务非常棘手,不容易完成。 他急忙找代力商量,一连谈了两三天。 代向军统局各单位负责的大特务宣布,一定要尽全力协助正去完成任务,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电台,武器,交通工具等都要尽先尽量供给,不准有任何借口拖延。 代认为蒋介石挑选正去担任这个任务,不仅仅是对政的信任,也是对军统的信任,因此无论如何要抓住机会,把多年来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屡遭失败的情况婉转过来。 代一面赞扬蒋介石这一决定的英明,一面破口大骂有人提出反对用这样一个公开的特务投资出任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说这些提不同意见的人没有头脑,没有常识,不了解抗日胜利后国内唯一的敌人是共产党。 在代立所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郑介民的心情表现得很沉重,不像往日那样一团高兴指手画脚。 他只简单地说了一些任务很重大,关系到党国前途,他个人力量有限,要大家一起竭力帮助他,相信有蒋介石的英明领导和代立的随时指示,他有信心和决心把这一工作做好。 他一破以往惯例,没有大谈他的分析看法。 大家也了解,因为有代立在做,怕他不耐烦听,谁也没有向他提出什么问题。 过了两三天,郑又去军同找毛仁凤,几个处长级的特务一下把他包围起来,问长问短,他才谈了一会。 他认为最大最难的任务是他如何在短期内恢复交通。 他说,这些被共产党占据了的几条铁路是国民党的动脉,要想拿过来是有困难的。 因为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打打停停,打打,不容易使得对方相信自己的诚意,单靠运用政治手腕半交涉,开谈判,不用强大的军队做后盾,不会轻易得到圆满结果。 他认为靠几十架飞机运送部队,只等于撒撒胡椒面一样,起不了多大作用,一定要把铁路交通恢复。 当有人问到他苏联会不会公开阻拦国民党接收东北和帮助共产党的时候,这个已了解苏联情况最多的专家自居的政界民,便打开话辖滔滔不绝地谈了起来。 他认为苏联不会公开阻拦,而只是暗中加强援助中共,并举出了许多理由证实他的看法。 对于向解放地区搜集情报,他认为机会很好,平日不能进入的地区现在可以公开进入。 他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去你们老是说这方面的情报太少,将来你们连看都看不过来的时候可不要怪我。 临走的时候,他很严肃地向这些大特务提出警告,叫大家千万下能麻痹大意,把问题看得太简单,把一切寄托在双方谈判上,而一定要比过去任何时期都要加强对中共的工作。 他认为和谈只是解决问题的一个方面。 他说,美帝在这个问题上一定是站在国民党一边,美方指派的代表饶伯逊,以后改吉伦,和他关系很好。 他说,三个人开启会来,要表决问题时,总是可以做到两票对一票的他去北平之前, 在军统局和军令部第二厅的特务中挑选了胡平汉、邹禄夫、温天和、黄维琴、黄长新、潘志民、图续武、肖凤奇、郭子奇、董成烈、黄介新等一百多人担任各地调储小组的工作,把军统中共科长郭子明调去当顾问。 当报上公布他出任国民党代表的消息后,许多报纸的新闻记者便去访问他。 他在重庆和北平接见记者时,总是说,我们不再算旧账了。 算也算不清楚。 过去谈了八九年,再谈下去,我们都已经老了。 他一开始就想把过去谈判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中共方面,好像国民党很有诚意。 可是还没有开始谈判前,他和戴笠就暗中在积极进行向解放区布置特务活动了。 1946年3月17日戴笠摔死后,蒋介石于20日决定派郑界民纪戴笠任军统局局长。 毛仁峰及殿政界民,请他立即回重庆。 正原定22日由北平启程,可是到了22日上午又接到他的电报,因军调步方面有紧急工作分布开身,改为24日中午才能动身。 24日下午,毛仁峰带着几个处长去机场迎接他。 飞机返了两个多钟头才到达,特务们和他的老婆都非常着急,不断地要航空检查所的特务去航空公司问情况,虽然知道没有事,但都不放心。 因为那一天天气不好,飞机顶峰飞行,所以迟误了两个多钟头。 正走下飞机便向欢迎的人打去说,今天天气很恶劣,我还担心带先生找我去吃晚饭呢。 当晚郑界民去见了蒋介石,第二天上午便到军统局召集各单位负责特务们开会。 毛仁峰首先宣布蒋介石已指定由郑纪带立代替局长职务,希望大家在郑的领导下继承带的一致把军统工作做好。 接着,毛请郑讯化。 郑那次说得很简单,只说,他目前的工作非常重要,因此不能亲自主持军统工作,仍旧由毛仁峰领导,除重大问题和他研究外,一般问题仍照过去一样办。 他还说,他过去对军统情况很少过问,许多事还不大接头。 当有人问他军调部工作情况时,他回答也很简单,只说问题很难办,对手不容易对付。 他说,人家,指中共,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不像国民党那么粗糙,有些地方值得学习。 下午他找毛仁峰谈了几小时。 以后巨毛向人说,正主要是想了解军统的经费和人事方面的情况。 因为他过去怕为这些核贷发生摩擦,一向不过问,现在要他负责,不能不了解一下。 他听到军统经费月月人不敷出,总是银吃卯粮,负债很多,过去完全靠带力到处张罗,移东补西,人数超过贬至几倍,大为吃惊。 当时便表示一定要实行紧缩和财态人员,并认为这个摊子过去摆得太大,以后谁也没有这样的魄力来维持,工作比过去繁重而困难,只有太弱刘强一项办法。 正口头上虽宣布他在北平工作期间,军统工作仍由毛仁峰主持,但他早已心中有数,带力多年来一亿培植毛人民,并且已经大权独揽。 过去他可以不过问,但现在蒋介石把这个担子交给了他,他怕出乱子,所以在他离开重庆之前去见蒋介石。 他向蒋提出,请唐纵来代理他主持军统工作。 他刚一走,蒋介石派唐代理政的命令也随之到达。 毛仁峰看到这一情况,知道正一定在蒋面前说了什么话,使蒋不放心,才叫唐来代理。 唐也看出正的用意,要他出面做男人,就干脆来个代而不理,一切还是由毛主持。 从这时起,正,毛之间便中下了不合的根子。 正在重庆只停留四天便又去北平。 这时,我恰由南京收拾代理等尸体后回到重庆,便去郑家向他报告代死的情况。 当正听到代死后在南京附近江宁县山上报尸三日被大雨冲洗的情况,不免有点吐死湖杯之感,非常生气地说,真太丢人。 我们的组织不但遍及全国,还分布全球,可是一个领导人死在南京附近三天才发现,怎么说得过去。 这让别人知道了真是闹大笑话,郑的老婆在旁边插嘴向我要代理在上海、南京、汉口准备的房子、汽车等东西。 郑既不制止,也不表示同意,只装作没有听到一样。 只等他老婆要这要那要完之后,才继续指示我赶紧清理各地接收的敌尾产业,免得各地特务趁代理一死便经吞接收的财物。 正回北平不久,国民党的报纸于三月底前后刊出新闻,说代理死后由郑建民继任军统局局长、唐纵、毛仁奉任副局长。 正看到这一消息非常生气,四月初便在北平向中央社记者发表谈话,公开否认这一事实,说他没有继任军统局局长。 5月初,我和军统局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到北平清查军统接收的财务时,正见到我还愚怒魏希,说重庆方面有人在胡闹,为什么要公布他当局长的消息,这对他的工作将增加多少困难。 我了解到这消息是中央社记者从军委会办公厅方面得到的,便向他解释一番。 郑虽已接到毛仁奉的赋店,但还是那么生气,这在他平日是极少有过的表现。 那天正和我一同吃饭时还在说,如果政府派一个军统局局长来和共产党搞和谈,这会给人一个什么样的印象,好像在这消息公布之前,共产党方面并不知道他是一个军统特务头子。 正在和谈中耍尽各种手法,却自认为很聪明。 他除了在国民党报纸上连篇类序发表污蔑诽谤中共的一些材料外,还指使特务捣毁军调杵中共办公事。 1946年2月21日,有所谓继省难民还乡请愿团这样一个组织,去设在协和医院的军调杵执行部请愿。 这个请愿团是以河北解放区逃出来的地主恶霸为基础,通过正指使军同北平站以及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去进行组织和鼓动起来的,并且派有大批特务,帮会流氓分子混在其中,有计划地去进行捣乱。 特务们对这些逃亡的地主恶霸进行煽动,说中共不肯把军队撤出那些地方,解放区,所以弄得大家无家可归,应当去找中共算账。 这些逃亡到北平的地主恶霸们看到有特务支持他们,便集合起来,涌到军调部大门口,乱喊乱叫,指明要中共负责人出来答话。 在中共办公室干部向他们说明情况时,特务们便领着大喊共军立即撤出河北,打倒共产党等口号,不让中共人员说下去,并且在特务们指使下,不由分说一起冲入中共办公室乱打一阵。 特务们想趁机抢劫中共文件,结果只拿到一些不重要的东西。 当场的宪兵和警察,因事先得到特务们的通知,都袖手旁观,任暴徒们把中共办公室门窗玻璃、办公桌等倒坏之后才把他们劝走。 当天,军调部三方面负责人向北平市长雄斌提出严重抗议,要他查办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暴行发生。 雄斌对此大发牢骚,明明是特务们干的,郑建民这个特务头子不管,他这个市长从什么地方去查办这些凶手。 当时连美帝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太拙劣,很不满意。 他们明知这是与郑有关,背地里曾关照过郑以后不要采用这种办法。 郑在美国主子面前矢口否认与他有关,硬说这是老百姓自己发动的。 五月间的一天,我和廖华平在郑家吃晚饭,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组长罗日明去见郑,郑邀罗一同吃饭。 在吃饭之间,郑突然问罗,还没有找到一个,罗答,还没有找到他俩说完这两句话后便没有再谈别的。 第二天,我见到罗,才知道郑曾叫罗派特务跟松住在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看他们晚上有没有人到八大胡同等妓院或在其他旅馆开房间。 罗是负责旅馆与妓院检查工作的,郑叫他如发现有中共人员到这些地方去便抓起来,让中共方面向他要人的时候再送回去,好给中共丢脸。 七八月间,我再度复评,听说仍然没有在这些地方发现一个中共人员,使郑很敢失望。 当时他非常希望找出中共在平人员的毛病,采取了种种监视的办法,却一直没有找到一点。 军同北平站有一个特别小组,是专门监视跟踪在平的中共人员的,站长经常要向郑汇报情况。 正对这些很注意,这个小组直到军调步结束后才停止活动。 正在军调步工作期间,和美帝沆瀣一气队中共进行许多阴谋活动,具体情况我不了解。 我只知道他每次回到南京时,在保密局向一些大特务谈到恢复交通的问题,都说这问题使他大伤脑筋。 蒋介石对此也经常催促他和责备他。 郑介民认为中共在大问题上是错误的,因为中国情况不适合共产主义。 可是他对中共人员的工作精神和作风这些小问题,却认为值得学习。 他认为中共人员普遍的特点是生活朴素,勤俭刻苦,工作认真踏实,组织纪律性很强,待人态度平和。 他最感到头痛的是国民党许多人做事马虎,不负责,反应的情况不真实。 这使他在向中共办交涉时,往往由于没把问题弄清楚,而大碰钉子下不了台。 而中共提出的反驳,每点都是有根有据。 他常说,幸好他有一套对付办法,即强词夺理和耍无赖的办法,总算可以勉强应付一下场面。 他埋怨特务们不争气,不好好工作,生活腐化,连他最得力的重要助手他的参谋长也包括在内。 正把许多事情的失败都归咎到别人身上,好像只有他最能干最有办法。 他做梦也希望从北平坐火车回南京,可是始终没能实现。 军调部工作结束,正发表一篇和中共商谈经过的谈话,极尽造谣污蔑和颠倒黑白智能事,把全部责任推到中共缺乏诚意上面,用以混淆视听。 当时,保密局许多外勤单位从各方面搜集到许多情报,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有许多责难的地方,毛仁峰都送与他看。 他除了将一部分送给蒋介石去看外,其余大多作为档案保留下来,不敢把各方面对国民党不满的情况全部让蒋介石知道。 积极反对共产党义最害怕共产党。 1946年10月1日,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蒋介石派正为局长,毛仁峰为副局长。 正式编制发下以后,组织、人事、经费等都比军统局时期大为缩减,不到以前的三分之一。 军委会结束,改组为国防部,各厅局部在7月间先后成立,郑介民的第二厅厅长也在那时发表,而保密局却拖了三个多月才决定下来。 郑介民对这个改头换面新成立的特务机构,是极力主张紧缩的。 他对戴笠那种不受编制和经费约束乱来的作风一向反对,待在事时他管不了,待死后要他来顶这个破摊子,他感到无法维持,不能不管。 正从北平回到重庆,在军统局准备迁往南京之前,曾召集军统各部门负责人开会。 他在会上强调今后军统工作是和共产党做斗争,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负起这项重大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不宜太大。 他在会上还提到朱德总司令早有电报要蒋介石撤销一切特务机关,为了不增加蒋介石的困难,应主动提出太弱留强和紧缩开支的办法,并且一定要把工作做好。 当时以毛仁峰为首的军统各单位负责人,都希望能保持原来的庞大机构和众多人员,所以他针对这个问题提出这些意见。 郑介民在北平期间,他的国防部二厅厅长的职务先后由侯腾和龚渝代理,保密局局长则由毛仁凤代理。 1946年6月以后,他经常回到南京,赵立指召集两个单位的负责人开开会,简单讲讲他在军调部工作的情况。 他一贯污蔑中共,企图掩饰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 他多次举出国民党的一个组员在燕城被榴弹击毙的事,作为中共部首信用枪杀军调部调杵小组国民党人员的例子,对中共进行诽谤。 当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部署已经完成时,军调部工作停顿下来,正把参谋长蔡文志留在北平,自己坐着飞机回南京。 蒋介石交给他恢复铁路交通的任务没有完成,受到蒋介石的严厉责备之后,他对中共更加仇恨。 1947年,正主持保密局对各地中共地下党的迫害,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他几乎把大部分精力用在这方面,以发泄他对中共的愤恨和配合蒋介石的军事进攻。 这年9月初,保密局北平站发现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和电台的线索、政界民和毛仁峰研究之后,立即派保密局行动处、主管针防、行动、策反、新站等,处长叶祥之赶到北平,主持破坏工作。 夜道平后,以案情重大涉及保定绥靖公署许多高级人员,正便立刻亲自飞到北平指挥工作。 由于这一案件的发展,以后又在西安、兰州等处破坏了电台,逮捕了十多位中共地下工作人员,还在东北也破坏了一处地下党组织。 正对这次破坏极感兴奋,除随时向蒋介石报告外,并连续在保密局召集大特务们开会研究,认为这是最得意的大事。 他强调今后为了配合前方军事进攻,对后方活动的中共党组织必须用权力来进行破坏,以安定后方秩序。 他最感兴趣的是搜查出来的中共地下电台。 他在没有看到以前,曾断定这些地下电台一定是苏联供给中共专做秘密活动的新型电台,很不容易侦测出来。 当特务们把搜货的文件和电台送到南京后,他急于要看一看,结果使他大出意外,这些电台不但不是苏联制造的什么新型秘密电台,而且做得很粗糙。 他看了以后,先是用讽刺的口吻说,这些东西我们早就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他们还当作宝贝在使用等他翻过一些档案材料之后,他又改口说,用这样的电台能做出这么多的工作,真不简单,这是人家比我们强的地方。 同年11月间,军统在上海破坏中共的一个补给机构,也是正亲自赶去指挥的。 这一事件的经过大致上是这样,军统派在第一绥靖区司令部第二处的特务们,在苏北涉阳口检查来往船之时,发现一只可疑的木船,装了一些禁止运往苏北解放区的物资。 特务们将全船人员扣留,在细密搜查和酷刑逼供下,知道这事与中共地下补给单位有关系,除继续搜寻线索外,并向保密局报告。 毛仁凤马上把这一情况告诉郑建民,郑变亲拟电稿,指示该处处长蒋建民务必追出有关人员,扩大破坏。 蒋建民对被捕人员多方威逼利诱之后,有一人动摇叛变,供出了上级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但不知详细地点,只了解街头办法。 郑得报后,集主讲将该叛徒带往上海。 他自己也连夜赶去,召集在上海的大特务松户警被司令部稽查处长陶一山,保密局上海战长刘芳雄,以及在上海市警察局工作的张师等密伤选派精干特务,会同蒋建民在上海搜捕中共地下工作人员。 第二天,蒋建民带着那个叛徒和几个特务来到上海,正立即接见了他,并叫他和陶一山等密切配合。 在正亲自领导下,先将中共设在上海的后勤补给总战破坏,总战长冯博昌。 柳明等二十余人被捕,超出大批文件和存在仓库中的不匹一千多匹,颜料几十桶以及许多其他物资,并在无松口外查出一艘小火轮和物资。 当陶一山、蒋建民等兴高采烈地认为收获不少的时候,正确认为这不够,必须趁热打铁继续猛打穷追。 结果又在上海某某路破坏了中共华中局、苏婉边区政府、华中银行等单位设在上海的联合办事处,又搜捕了十多人。 郑建民的作风与戴笠有些不同。 他从来不亲自主持审讯被捕的中共人员,更不像戴笠那样爱亲自指使特务对被捕中共人员使用种种酷刑。 他总是叫特务们去干这些,自己偶尔在审讯时走去听听。 去之前,先叫人关照主审的特务不要看到他去时起立。 他去时也只站在旁边听一听,不像戴笠或是抢着插话来问,或则把主持审讯的特务赶下去,自己坐下来审。 正不爱露面,对叛徒不愿马上接见,怕遭到突然的袭击。 他除在背后指示特务如何去做之外,最有兴趣的是研究搜得的各种材料,他能一气看上几小时都不放手,并能从这些材料中发现新的线索继续扩大破坏。 那次从上海破坏的中共地下后勤补给机构取得的许多材料中,他便找出了一些与上海中共补给总占有关的线索,先后在青岛、宁波、定海、烟台等处陆续破坏了一些中共地下后勤机构。 他在保密局一次会议上特别谈过,如何从搜货到的材料中发现线索的问题,叫大家对骗纸之字都不要轻易放过。 证任保密局长期间,只是每天上午去一两小时。 他的办公桌抽豆内,满装着从各地收集来的中共发行的书刊文件。 他批阅的公文很少,除了重大问题如破坏中共组织、逮捕了中共人员等文件由他批阅外,其他一般性问题都由毛仁凤决定。 他看完几个卷宗后,总是从抽豆中找出一些书刊文件略加翻阅,选择几本带回去细细地看。 当时保密局的电讯总台,有两部专门收听中共广播的电台,每天把收到的电讯抄下两份,一份送给他,一份由毛仁凤看后批交情报处,保密局第一处,存查。 他对这些电讯看得很仔细,看后便带走。 正在反共活动中,总是绞尽脑汁,全力以赴。 他不断研究中共文件,除了进行污蔑宣传外,还从中共政策中钻空子进行特务活动。 他利用宗教信仰自由指使军统特务中一些天主教徒和基督教徒到解放地区进行特务活动。 山西天主教徒李广和,解放前任天津稽察处长,在山西教区关系很多,他便教理在教徒中进行布置。 还有比利时神府雷震员,正一直利用他批着宗教外衣在华北进行特务活动。 另外,他还利用中共少数民族政策,先后多次命令外勤省战尽力在少数民族中去发展组织。 他常说,将来有些地区汉人立不了族,这些少数民族中的同志,只参加军统的特务,是大有办法的。 解放前,毛仁峰亲自在上海、重庆、昆明等地拉拢过资本家,希望他们协助保密局工作,而以保障他们在国外的利益为交换条件。 据毛仁峰谈,这也是郑建民研究中共政策想出来的好办法。 当时不少人以为共产党来了,资本家会被清算,郑建民却说这些人不会有问题,认为这些人如不走而能拉上关系的则应尽量去拉。 郑建民任局长时期,许多特务都认为对解放地区布置工作太困难,他总是说大家不肯动脑筋去研究中共的文件,所以总是弄得束手无策。 他从中共文件中找出不少钻空子的办法。 他常说,共产党不能不要老百姓。 只要他们要,我们就有办法。 他们要的是哪一种人,我们就在哪一种人当中去布置以后毛仁峰继任局长时,就专门在医生、护士、教师、店员、小商贩等人中布置潜伏特务, 一反过去吸收特务专我社会关系复杂、爱活动的以及地方恶霸豪身和流氓头子等的办法。 这也是郑建民任局长时所决定的。 郑一生反共最积极,同时又最害怕共产党。 解放前,他总是鼓励别人反共,而自己却害怕得要命。 他在公开场合中,照例夸夸其谈,说什么共产党军事上胜利是偶然的,如果国民党能纠正错误,真正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一定能转败为胜。 同时,他还认为美帝一定不会让国民党垮台,必然会全力支持。 他在背地里却对自己的亲信表现出悲观恐惧的心理。 1948年,郑建民的胞弟郑挺丰任94军军长,驻在北平,归赴作义指挥,担任防守北平的任务。 辽审战役刚一结束,蒋介石在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被歼灭后,郑建民急忙从南京赶到北平,亲自向父作义请求,准正挺丰离职难返。 父爱于情面,只好准正在短期内军长职务交副军长朱敬民代理。 郑建民将郑挺丰带回南京后,不让其再回北平。 他认为只要东北解放军一进关,再留在华北的话,不被打死,也会当俘虏。 他对华北能否守得住,完全没有信心。 以后他帮郑挺丰弄到海南岛去当21兵团副总司令,海南岛还没有解放,又将其弟叫到台湾,生怕这个老弟被解放军活捉去。 淮海战役刚开始时,郑的老婆就在收拾行李准备逃台湾。 郑自己却逢人辩说,共产党不能打主动战。 这次徐州决战,是我们转败为胜的起点,成胜收复华北和东北在此一举。 当时南京的许多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也都是这样指望。 其实郑心中有数,不等到淮海战役结束,他在南京的洞产已全部转移,剩下的只是搬不动的房子和家具了。 郑界民自认为对当时国际形势有相当了解,曾多次预测美帝必定要趁苏联在二次大战后损失惨重,元气未复之前对苏作战。 他们这种论断很适合蒋介石的胃口,蒋曾叫他到中央训练团、中央军官学校等许多训练机关去讲这一套,以安定人心。 他认为美帝对苏发动战争,美必能将苏击败,那时国民党才有希望将中国共产党消灭掉。 他对中共不像陈诚那样狂妄,说什么三个月消灭共产党,而是经常提心吊胆。 他在对一些亲近的人谈话时,多次显示出他内心对与共产党作战的恐惧。 他常说,最好是发生三次世界大战,单靠我们反共,困难还很多,打下去很难有必胜的把握。 任国防部次长时期的情况。 1947年11月下旬的一天晚上,蒋介石找郑介民去谈了很久。 第二天,郑的老婆便兴高采烈地向人谈出郑又要升官了。 那几天郑到保密局去办公时,也是喜行余色。 12月5日,蒋介石果然明令发表郑介民为国防部次长。 当时国防部有三个次长,秦德纯主管一般的业务,刘士义主管国防人员,郑介民纪黄振球主管国防物资。 黄振球随宋子文去广东后,这一职务便空下来。 蒋介石为了尽力争取美帝的军火物资,考虑到邮政担任这一职务最为适宜,先几天便找郑去征求他的意见,正很高兴地接受了这一任务。 当命令公布后,保密局和二厅一些处长级的人员都到他家去向他道贺,许多新闻记者拥到他家去请他发表谈话并向他索取照片。 一时贺客迎门,他感到太麻烦,当天晚上便跑到上海去休息,过了两天才正式去国防部上任。 过了一个多星期,正到保密局去办公,神情便不像前几天那么高兴。 有人问他新的官职情况时,他连连摇头说,不好办,不好办以后他慢慢谈出了一些情况,说现在全面战争展开,最困难的是弹药补给不上,特别是一些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在和解放军作战时弹药消耗很多,库存一天少于一天,美帝答应补充的东西实持不来,自己又不能制造,再打下去会变成有枪无弹, 那就要靠刺刀和手榴弹来打仗了。 当时保密局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局,曾把过去军统的特务武装和汉奸部队编成了二十来个交通警察总队,这些部队的装备都是由中美索美地方面攻击的。 正一向主张把这些部队都用到反共的内战场上,以便更加取得蒋介石的信任,毛仁峰却希望能保留一点控制在手中。 正对装备这些部队的卸弹,原来也是准备把库存的全部拨给交警总局,毛仁峰却留下不少。 正自当了次长之后,知道美制弹药缺乏,便同意毛的意见,除以拨给交警总局的外,库存的应当好好控制起来, 并叫总务处把重庆、贵阳、南京三个军械库所存的美制弹药数量表超一份给他。 正看到三处库存的弹药数量还很多,曾表示将来在必要时使用在刀刃上,比可发挥更大的作用。 他对这些交警总队,一向看成是反共的一支强大力量,称之为袖真挺进队。 因这支特务部队都是美式装备的新型轻武器,又大都经过美帝的训练,行动轻便,带部队的军官多半是军统特务分子。 蒋介石对这支部队也是很重视的。 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虽很顽强,却同样是不堪一击,除少数逃往台湾外,其余全部被解放军所殲灭。 正当上了国防部次长以后,工作比过去更忙,对所见的二厅厅长与保密局局长两个职务都不能很好的照顾到,而这两个单位的工作又都是异常重要。 蒋介石希望也把精力多放些到争取美元与部队的补给方面,曾受益他把二厅厅长职务辞去。 他最初还有点恋战,以后蒋当面问他,什么人继任厅长为夷。 正原来打算保健他的亲信张延元升为厅长,蒋对这个出身于戴笠石人团的老特务也表示同意。 但正没有及时签报,主要原因是宋子文出任广东主席后,把张延元从二厅副厅长调去任广东省保安副司令。 他怕得罪宋子文,不敢保健张,而在军统中虽然还有人可以担任这一职务,却不是正的亲信,便不愿保举,因而拖延了一个时期。 当时二厅副厅长侯腾,早就有野心想当厅长。 侯原来就当过二厅副厅长,后任驻美大使馆武官。 侯重任副厅长后,正在北平军调部工作时,便由侯代理厅长很久。 侯早做了种种安排,正升次长后,便大肆活动,一面走参谋次长林卫的门路, 一面由他老婆找正的老婆去活动,最后由林卫出面找正会同签成宝侯,正怕得罪林便同意了。 蒋介石看到正,林两人会签也就批准了。 侯当了厅长后,便独树一帜,不但不接受保密局的领导,也不再听正的指挥。 历来由军统掌握的这个庞大的公开特务单位就这样脱离了保密局的控制。 当时毛仁凤和许多军统特务都大骂正优柔寡断,私心太重,结果把这个单位白白送掉了。 郑介民任国防部次长后,对保密局长这个兼职并不打算放弃,因而和毛仁凤一直闹摩擦。 毛是以继承代理的家业来笼络军统分子的,在保密局的实力远远超过正派。 正,毛两人拉拢特务各有一套手法。 毛吉利主张将军统的规模恢复到代理领导时期那样,这对当时在保密局工作的70%以上的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学生和长期从事特务工作又没有学历与资历的骨干分子来说,是有很大吸引力的。 正主张向外扩张,尽力鼓励学校毕业和有资历的特务向公开方面去发展和兼任公职。 在他的支持下,不少军统特务在1947年竞选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 各地竞选结果,特务当上国大代表的竟有30多人,迄今还能记得姓名的有,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正借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 王新衡是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处处长兼顾问。 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清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 这与当时上海市市长吴国珍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市身外交界元老之一的严惠庆来比, 无论在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正借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 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严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 严虽得吴国珍等权力支持,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 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继勋调升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 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 但属于毛仁峰领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和支援和第二处处长叶祥之, 都是张继勋过去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 加上毛从中指使,处处故意弃张为难,弄得张无法工作。 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麦接任张的职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长后, 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 毛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外, 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于己时的权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石检举。 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正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 加上毛派不断通过于己时向蒋告证,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蒋介石知道了。 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正狼狈不堪,无此对答。 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的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 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1948年初改由毛仁峰继任局长。 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感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 郑自己也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拖人活动,由他继任。 蒋介石找他去安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祈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 他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 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党打硬仗。 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的局势。 虽然他大吹大泪,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量了。 正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 不分负责的作风与贪污公财的手法。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城池仲,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华相等。 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做肯定答复。 朋友托他帮忙,部下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则。 他怕得罪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 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从不露不娱之色。 戴笠在世时,正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 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 下面略举树立,以盖其余。 在军统缩边裁员问题上,正一直不敢说一句话。 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他不满, 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 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 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面去疏通一下。 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 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做正面回答,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 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 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边的。 据毛仁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亿袒护军统, 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 毛说,正只是做了县城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 如果带力在世,一定会想方设法去抢夺这个机构。 毛仁凤向正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 今后对军统工作有很大方便,但他没有做表示。 大特务徐叶道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健他去当这个局长。 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健。 徐见他没有诚意,便去找于几时。 蒋介石看到徐叶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 以后徐对政变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力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工作, 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 这个会的礼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 李室友、杜月生、杨虎、杨庆山、向海钱、范绍增、张子莲、田德胜、张芳、徐维斌等。 监事友、黄金荣、张树生、潘子新、李福林、王牧仪等。 戴力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维斌担任书记长,主持会晤,总会设在上海,组织很庞大, 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 1947年各地竞选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 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会部出面取缔,不许他在各地进行活动。 毛仁凤和徐维斌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蒋介师报告,请求保留该会。 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利夫,竟决定将该会取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 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新、南京、卫军统出过不少的力。 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莫顿、罗军强、杨兴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不受法律制裁。 当时各方面对此军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 正接任后,便不愿再替周等被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 原来由蒋介石派到南京去和迪伟联系的唐某某,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反动派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周说话。 郑推说,要有领袖,指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 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的事,以后再说吧。 1947年2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蜂巢案,由于监察院已派4名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界民去参加调查工作。 这一案件的经过,正早已得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被阻移勾结上海今夜分会理事长瞻联生长期舞弊贪污而引起的。 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 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 当上海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生,便立刻留回南京向蒋面报本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 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心恒、刘芳雄、陶一山等说明蒋对本案的态度。 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40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信大沙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 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被阻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丰包、副局长杨安人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 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案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 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 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由他老婆科书分出面。 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何他,万一事强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 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 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 副武官带买东西,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便向叫人送礼。 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达领事陈志平,军统特务,是专门替代例采购日用奢侈品的。 他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邮军统局付款。 他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到他住的重庆临江路川沿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多是他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他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西到他家里去。 郑每件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 像这些小稿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 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了,便大搞起来,许多是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1946年5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委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策。 廖向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出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 廖坚持非要不可,两人争吵起来。 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料和我当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 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正不得不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人,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 刚一出门,料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 回去算了这笔为数打几十万银元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1946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街道正由北京发来的集电,叫我立即赶回重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轮沉没。 这只船上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她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她找回来。 当天晚上,郑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 我一面集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鸡茶处水上鸡茶所寻货,运回了唐家轮。 我怕棺材里面浸水,便叫人将捆的秘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 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 我立即关照开关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为令坐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植盖打开,看到了里面的东西。 她脸上未知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心吾,说这一定是她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界民知道。 当林书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到下关江边跪营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2000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5000大桶。 有一天,上海陆根纪营造厂老板陆根权来找我。 陆根权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 陆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1000大桶,随同运往重庆。 我说购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传之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齐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 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关请齐拨船运游都被拒绝。 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机查组,并且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之方便。 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关价付50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53加仑,按关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 而运到重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立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他家去吃晚饭,陆根权也在做。 刚入座,郑介民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他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 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权需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桶所购的一桶运往重庆。 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仁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6500大桶。 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500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带人尽义务的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1947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桶在上海杨树埔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大的巨木厂连同地皮以吉连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权购买。 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有自己的起泄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 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带正在南京北平路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 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受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惠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 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 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清。 1947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里的东西偷去不少。 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相机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 可是当问到他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他自己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 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护育所失窃的消息。 正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 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 但房子却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 正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一开就可以回来了。 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1960年突患疾病死于台湾。 1984年6月改写。